我们的二维码生成器做好了之后,请帮我切到Google表单的预览,注意哦,是预览,不是设计画面,是预览,再次强调,预览,在预览画面,再去帮我点这个图案,点二维码生成器, 这个出现的就是Google表单的预览,所以这时候呢,来给各位看一下,我把手机叫出来,我现在,这是我的手机哦,那我现在要来准备扫描了,来,扫,诶,扫完之后,各位看一下上面这个,出现这个东西,好,看一下我,诶,就出现了, 40色大记账表,我就可以在手机上填了,你看哦,我就点这个日期哦,点了之后,诶,Apple比较麻烦的是,哦,Apple比较麻烦的是,它要一个个打数字,它不是用日历选,Android的话,大多数会是日历,所以你看哦,MM4代表月, 所以假设是,你最好要打04,然后再点下一格,点到滴滴那一格,滴滴是,今天假设,我用一样22号,那YYYY就是,西元年份,帮我点下去,帮我打2021,好,然后项目呢,假设是,呃,那个什么,呃,假设我就是饮料,饮料, 好,那是支出,那金额是多少钱呢,假设是65块,好,备注可以不要打,啊,等一下我要准备提交,等一下哦,你看哦,我先把Google失算表,先开好给你看,Google失算表,好,然后,我的手机哦,看一下,我这时候按提交,你就可以看到,这边又多了一下,你看哦,提交,等一下,提交,有,有没有,马上Google表, 那Google失算表就多一下,很方便,哎,那我要再,再提交,我就按提交其他回应,哦,就可以再继续打了,哦,然后最后再按提交,你可以再看Google失算,会不会再出现,我再讲一次哦,怎么弄,刚才的操作是,请帮我先切到,预览画面,Google表单的预览画面,千万不可以是, 设计画面,注意,设计画面是,这边有问题回复,都不是我要的,我要的是,预览画面,右下角看起来有一支笔的,这个叫做预览画面,在预览画面当中,帮我产生, 扩充功能,扩充功能里面的二维码,生成器,就是QR Code,然后再用你的手机, 手机里面,有些人是用相机就可以扫QR Code, 有些人必须,你也可以用LINE来扫,像这个LINE, 好,来,LINE到这个聊天前面的画面,这边有一个搜寻,搜寻,你可以这边,你也可以用它, 来扫QR Code,点它一下,好,然后去扫QR Code, 看到上面,多了一些文字,帮我点进去,就可以填写了,好,就帮我填下日期,月,日,年,好,那这个都是,在Google来讲,在那个Apple手机来讲,比较麻烦,你要点一格,打月份,点第二个,打日期,点第三个,打西元年, 然后再来,点项目,点收支,点打金额,最后按提交,提交你可以看看,Google试算表,也会不会跟着增加,好不好,那你要少你自己的QR Code,不要少别人的QR Code,你少别人的QR Code,输入了资料,就进到别人的Google试算表里面去了,了解吗,请各位操作一下,